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是什么 她也是什么 这一个也是什么 还有好多人 是什么我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 现在想起来很怀念他们 距离当年那场战斗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 岁月犹如沙利将这些青春勃发的沙场勇士磨成了冒蝶老兵 时光越久 那些身边倒下战友的样子愈发清晰 又到这一天了 蓝州解放快七十年了 又到8月26号了 战友们我敬你们一杯酒 1949年8月26日 国民党蓝州战役前线总指挥马济元 围着位于青海西宁的自家大宅绕了一圈 匆匆离去 自此隐匿在茫茫人海 众生再无回到生养他的土地 向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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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爱多多心爱 打倒新疆和英川 解放同跑连一万万 1949年8月20日 杨兴隆所在的解放军第一夜战军 就是唱着这首向西北 开赴蓝州城下的 此时距离新中国城里还有42天 这是西北地区的最后一场决战 1949年5月23日 毛泽东指示第一夜战军 年底前务必占领蓝州 宁夏 青海 6月8日 中共中央通知组成 以彭德怀 贺龙 习仲勋 为第一 第二 第三书记的 新的中国中央西北局 第一夜战军领命出征 在1949年春 相继取得了春季攻势 陕中战役等作战胜利 解放了西安 榆林 及关中广大地区 随后发动了浮煤战役 福利战一下 消灭掉了四万多人 古东南福利基本上被我们消灭 小小的兰州 小小的马祖坊 你没有的话不对 我们病毒 无戒枪 世间是往往这样 总是以料想不到的情节发展 回忆起那场看似胜券在握的兰州战役 开启这些征战杀场的老兵们 记忆闸门的 竟是一场挫不及防的攻坚战 当时守卫兰州城的正是青海西宁新卢的马步方 马纪元父子 大伤 我就一打就下手 一抢我就爬到地下来 跑大皮 擦 擦 这个旋循流爆炸了以后 继续战斗 这不是三颗子弹吗 那这里有一枪 那这里有一枪 这骨头打 肩胛骨打碎了 肯定是低着头往前冲的 这么打进去的 从这打进 从这出来的 然后又打进去马上 这个还是轻点 你还有这些 这是 这一枪 这个位置 从后头打进来到这 伤痕是荣誉的勋章 六十多载年华市区 这些累累伤痕在老兵眼里 不过是云淡风轻 而那些并肩作战 占有的牺牲 却是更大的痛点 沈云淡风轻 哎呀 我们上网的人太多 我是副团长副上了 团长都打死了 十二个营的干部一个怎么留下来 十个连政留下一个 每年当八月二十六日临近 所有缠绕都化成老兵们 一个挥之不去的心愿 喂 神经怎么样 咱们一击杀到难的地方 你去不去啊 好 咱们一击去啊 好 大家 八二六 好 好 知道了 刚才河四人来了个电话 过几天八月二十六 还想上山去看一看 去得了吗 那么大岁数了 别去 别去了吧 八十八啊 我说不一样 我肯定要去看看 人家里打过大仗 打过俄仗 打过俄仗 影响比较深 何志英谋划的大事 就是要和老战友一起 在上沈家岭 沈家岭恶守兰州交通要道 一守南宫 而镇守沈家岭的马步方军队 更是共产党军队的宿敌 在红军时期 曾对西路军欠下累累血战 马家军西路红军的残害 那是胜仇大痕 所以抱着绝世一战 必须打出威风来 要把多少年的仇恨都要保坏来 对战士们来说 这是歼灭国民党仇敌之战 对毛泽东来说 这是解放大西北的关键之战 1949年8月的兰州 已是蒋介石的救命稻草 8月5日 美国政府发表了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宣布美国将不再援助国民党 和蒋介石政府 此时东北 华北和华东的南京 上海都已解放 华东 华中的解放军 正向华南胜利追奸残敌 聚守中南的白崇玺 退缩西南的胡宗南 与盘踞西北的马步方 马洪魁步 是蒋介石最后的希望 若西南能连接西北 便可图东山再起 若西北失守 西南也将失去屏障 兰州他们也想孤出一致 想着在兰州挽回败局 整个扭转全国的战局 兰州是国民党西北军政 长官公署所在地 使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 又是甘宁清新四省的枢纽 一月之前 为拉拢西北最有实力的 青海军阀马步方 蒋介石临危将其任命为 西北军政长官 一周之前 蒋介石委派国民党政府 行政院院长严西山 在广州召开西北联防会议 确定了一份兰州作战计划 马步方负责吸引第一夜战军 到兰州城下 马洪奎 吴宗南等人 率领部队从外围发起攻击 要让解放勋 在兰州城下腹背受敌 原先的这个设定 以兰州的这个地形地势 我设计好的 进兰州对共军来讲是不利的 打仗就是跟那个下棋一样斗志 对于共产党来说 兰州志在必得 为攻克兰州 早在四个月之前 中央军委就决定 待太原解放后 华北地区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 划归第一夜战军 由进入闪 增援西北作战 至兰州战以前 西北地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 已达四十万人 彭德怀深安毛泽东用兵之道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他形容这是杀鸡用牛刀 但马不方既飞鸡也飞牛 他是一匹称霸西北的野马 此时的马不方 自称是西北之柱 并向蒋介石承诺 将挽狂澜于季岛 定乾坤于西北 马不方任命独子马济远 为兰州战役前线总指挥 并调集十万大军 凭借兰州北有黄河天险 南有群山环绕的地理优势 要与解放军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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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于世 因城南的高兰山而得名 黄河穿城而过 其咽喉要道的地缘优势 在带来了文明与繁荣的同时 也带来了千年不息的战火 公元前121年 汉代名将霍屈兵 西征匈奴 在兰州设立金城郡 取固若金汤之意 自那之后 历代王朝均在此困住重兵 都市防御基谣上就说 河西四局 金城为罪 金城是最为重要的 它沟通中原和河西的角度 沟通中原和河黄地区 所以它相当重要 1949年8月19日 解放军第一夜战军 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 汇师兰州成交 根据胡宗南和马洪魁 无援助马不方迹象 第一夜战军首先判断 国民党守军有弃守兰州的可能 为防敌西逃失去战机 增加我军西境困难 第一夜战军主力抵达兰州成交次日 迅疾发起进攻 8月21日清晨6点 解放大军攻城的炮火 点亮了这里的群山 其中沈家岭 离黄河铁桥最近 被称为是兰州所约 若能夺下沈家岭 就等于打开了解放兰州的大门 可以指导兰州西关 控制咽喉要地黄河铁桥 截断国民党军唯一西逃退路 杨兴龙所在的第二兵团 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 正是8月21日攻打沈家岭的主攻团 他都是把那山岭削着 斩毙了 这样的不得攻到山岭地下 呆的勇气没那么高 这个山岭高就爬不上去 他那个手榴弹是防御手榴弹 比一般的手榴弹大一倍 特别威力大 高松的山峰和坚固的碉堡 仅是第一道难关 要想突破阵地 埋藏着大量特殊地雷的嵌豪 才是真正的鬼门关 消息炸弹25公斤 大概也有整长 那比一般那个地雷威力要大 甚至一平房的一个地雷 而这样的地雷阵 从最西边的狗娃山 到最东边的斗家山 全线分布 你要是下了他的那个战号 他就拉动 一拍一拍地拉动地雷 往上上不去 往前走就是地雷 你也不能懂 好多人都踩地雷 都牺牲了 砸伤了 战斗延续到晚上七点 年延二十多公里的阵地 我十万工程大军 竟寸步难行 彭德白下令停止攻击 并决定以三天时间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一历赛战 在这个前 没有遇到过 这么样加固的阵地 也没有遇到过 这么顽强的敌人 关于马步方 如何将军队训练的如此凶宛 在马基元写给美国学者 莫利尔·亨斯伯格的书信中 曾介绍他们的征兵方式和目的 我们只挑选健康 已婚的年轻男人当兵 我们也能知道 他们更多的背景 这样的军队强大 忠诚 异于训练 你家里头有两个男孩 三个男孩 所以有三个男孩 两个就要当兵 有两个男孩就要当兵 你不愿意当兵 有的是手夺就得 有的是绝坑就得 这么就都有 反正是绝坑就把你捆上自己 正是凭借残酷的兵役体制 马步方培养出了一支 试杀诚信的部队 而这也是他信誓旦旦 向蒋介石夸下 挽狂澜于祭岛 定乾坤于西北狂言的资本 这一天 兰州城阴云密布 大雨滂沱 城内 马济园用银园靠上部下 而城外 悲痛和反思 营绕在解放军 每个人的心头 第一夜战军 虽然进攻受挫 但摸清了敌人部署 战术特点 攻势构筑和地形情况 1949年8月21日夜 第一夜战军指挥部灯火通明 根据事工经验 彭德怀连夜总结了 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 下发各兵团 经过讨论 王有亮所在的第50团 三天之后继续担负 主攻迎盘领的任务 而杨兴隆所在的第32团 则由于伤亡太大 转而担负助攻 他就一晚上在那坡上 没怕攻打的 那个整理的手表都抹掉了 就都抹掉了 看能不能走上去爬上去 怎么上 哪个链在哪里上 我们也跟上一晚上 你只要给我战斗计划 我就拼着名也要冲上去 我死也要死到整地上 为了确保攻击效果 1949年8月24日下午 彭德怀来到继续担任 主攻迎盘领任务的 第二兵团第六军 第十七师第五师团视察 这里距离敌人主阵地 只有一千多米 说明的那是空中比较严实 第五师团为了克服 事攻时炮火不集中 无法摧毁敌人碉堡和峭壁的难题 根据战术指示 七连成立了爆破组 准备用连环爆炸来开路 他特别关心七连 去看看这个七连 咋准备的 炸药爆炸困的 这个摩毁敌一天多重啊 这个到火车电源以后 有多长时间啊 你能跑出去几步 三十米 用破组去三十米以外 基本上就算二条 盆中人要问你细致的 特别战士的家法 行 可以 在渔中县连达镇大柳树村 彭德怀临时居住的农舍内 村民周西方记得 素来平易近人的彭德怀 在大战开始前的一夜 整晚未发一眼 那时的周西方自然不会明白 外表沉默的彭德怀 内心正承受着 怎样的煎熬和沉重 眼看那些跟着自己 征战的兄弟一个个倒下 彭德怀怎么能够释怀 但为了整个大西北的解放 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 彭德怀知道 牺牲是难免的 2017年8月的兰州 天气多变 连日阴雨让气温骤降 大多90岁开外的老兵们的身体 最怕变天 这让何志英心里多了几分忧虑 他知道杨兴龙有心结 准备叫上陈明德一起 找他谈一谈 杨兴龙却因为天气变化 腰伤复发 去沈嘉陵 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深夜 第四军军部参谋冯玉明 被派去阵地前沿侦查 他发现背水一战的国民党守军 同样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战斗 几个小时以后 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 最惨烈的一场决战即将打响 最后的三四十米 就是生与死 胜与败的界限 1949年8月24日深夜 风未兮 雨未寂 群山未行 一场静谧的气氛 正孕育着一场 脆酷拉朽的洗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